早上好 这两天天气越来越好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跑步 最近有些朋友问我说 跨境电商是不是很好做 我们现在要想做跨境电商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反问他 你的优势在跨境电商吗 你是有供应链呢 还是有很强的运营能力呢 还是说你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呢 然后我那些朋友就愣住了 其实很多人没有考虑过说 这个形式很好的行业 是不是适合自己 就像有一个人跟我讲 有个理财经理他说 前两年大家都觉得基金很好 然后就纷纷的涌入 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考虑 这个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啊 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从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资源出发 你才有可能把一件事情做成功 好 新的一个月马上就要开始了 加油加油